他是女皇武则天的手刃面手 明明平日里颇受重用 为何会落得个仗则而死的下场 他就是薛怀义 薛怀义长相英俊身材魁梧 还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这样的面手 武则天怎么会舍得处死 薛怀义究竟做了什么呢 今天母鱼军带大家走进唐朝 看看前后反差巨大的薛怀义 薛怀义的经历也是精彩 他原名叫做冯小宝 出生于贫苦人家 长大后未谋生路 做起了卖药材的小贩 但他卖的药材存在很大的问题 不仅药效不够 而且来路还不正 为了将药材削出去 冯小宝尝试了各种手段 最后他选择脱光衣服 在大街上比划 说自己的好身材 都是因为吃了自家的药材 这样的宣传在古代很吃香 药材生意还不错 因为有强壮的身体 加上还不错的外貌 最主要的是会说的嘴 冯小宝很快就勾搭上了一个小侍女 还是千金公主府上的 两人在一起后 经常在公主府私会 有一次两人私会 不小心被千金公主撞见了 千金公主向来跋扈 发现了这样的事 他肯定不会放过 本想着严厉惩 冯小宝和小侍女 但千金公主看清冯小宝的脸后 他就改变了最初的打算 因为一张英俊的脸 冯小宝保住了小命 但小侍女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他犯下私会之事 事后被千金公主处死了 千金公主留下冯小宝 是因为他生的英俊 也是为了自己的私心 因为千金公主在这之前 摊上了一件大事 被牵扯进一桩谋法案中 为了逃避责罚 他日思夜想 就为了让武则天开心 但一直呢 都没有想到好点子 看到冯小宝后 千金公主突然就有了灵感 她准备送武则天一个男人 但将其送出去之前呢 要先培训一下 于是千金公主 将冯小宝留下来伺候自己 发掘她的优点 改正她的缺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千金公主发现 冯小宝有很多招人喜欢的地方 并且什么事情 一点她就通了 各方面考核完成后 千金公主将冯小宝精心打扮好 然后呢 将其送到了武则天身边 千金公主为何确定 武则天会收下冯小宝 高宗殷头级已经去世多年 武则天现在 已经是手握大权的太后 没人能限制她 在这些原因的加持下 千金公主猜 武则天一定会收下 果不其然 她留下了冯小宝 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要以什么名义 留下一个男人呢 让武则天犯了难 最终 武则天是如何将冯小宝留下的 思来想去 她准备为冯小宝制造一个身份 让人查不到她的真实身份 冯小宝的新身份就是和尚 武则天还亲自给她改了名 冯小宝摇身一变 变成了薛怀义 身份呢 是白马寺的和尚 成为假和尚的薛怀义 经常明目张胆地 进入武则天的寝殿 将其伺候得很好 外人都称薛怀义为薛师 他很会讨人开心 所以备受宠信 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还有用不完的银子 薛怀义本以为 余生都能这样幸福地度过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武则天很快就让他办了一件棘手的事 当时武则天首长大权 但他只是个太后 武则天一直的目标就是坐上皇位 但女人坐皇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呢 要让天下人相信 自己坐上皇位是顺应天命的 于是 武则天就命薛怀义去办了一件大事 因为在外人眼里 薛怀义是一个和尚 便让他去修建名堂 这地方就讲究了 在儒家看来 明堂是一个庄重且严肃的地方 曾是天子施政的地方 所以明堂也象征了天子 明堂的修建 关乎武则天称帝大事 他非常的重视 薛怀义接下这个任务 也是压力倍增 在明堂建筑的过程中 薛怀义一点也不敢放松 他每天都会去盯功 安排人手和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薛怀义在武则天规定的时间内 让明堂完工了 因为花费不小 这个明堂又高又大 里面的装饰十分华丽 武则天参观后 非常的满意 重重的赏赐了薛怀义 这明堂修好了 又有了新的问题 还要找出 女人做皇帝的依据 这样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此事呢 武则天也是叫薛怀义去办的 他被委以重任 丝毫不敢懈怠 于是带着一群和尚 在寺庙的藏书阁中 夜以继日地奋斗着 翻阅大量经书后 还是没有找到 就在薛怀义要放弃时 突然以和尚找到一本名叫 《大云经》的经书 这经书里 有女子做统治者的明确记录 这个发现对武则天帮助巨大 而后呢 他顺利称替 坐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 如此一来 薛怀义就成了头号大功臣 他被武则天封为了大将军 达到了人生巅峰 在武则天眼里 薛怀义是很有能力的 觉得他什么都会 所以将他封为大将军 不久后 就安排他去征战了 对抗的还是战斗力极强的突厥 看来 这大将军不是好当的 薛怀义从来没有打过仗 上了战场惊慌失措 一路上都提心吊胆 生怕自己遭遇不测 武则天守面薛怀义 和突厥对战 最终结果怎样 虽然他不是突厥的对手 但抵不过薛怀义运气好 他刚对上突厥 结果人家撤兵了 薛怀义也不练战 毕竟他也没有那个实力 班师回朝后呢 薛怀义竟然炫耀了起来 说突厥听说他的名字后 就不敢打了 都慌着逃命了 武则天也信了薛怀义的话 又封他做了辅国大将军 这下薛怀义在朝中风光无限 可是位置越来越高后 薛怀义开始嚣张起来 仗者武则天给他撑腰 在朝中胡作非为 有这么一次 朝中一位御史 布满薛怀义平日里的行为 检举了他很多次 薛怀义便疯狂针对这位御史 还堵在他回家的路上 一顿疯狂暴揍 结果将其打得还剩一口气 还有一位宰相 向武则天反映了薛怀义的情况 结果呢 他也是简单粗暴 将人打了一顿 还让宰相跪在他面前道歉 这些事情慢慢就传到了 武则天耳朵里 武则天曾暗戳戳地警告过他 但是薛怀义还是不悔改 他不在朝中兴风作浪 就带着他那帮假和尚到大街上去生事 起码横川闹事 将老百姓撞飞了也不管 有时撞死了人 直接就走了 使得民间激愤一片 欺诈老百姓的事情 薛怀义也经常干 因为太过嚣张 武则天都看不下去了 他对薛怀义也失去了兴趣 渐渐地疏远了 很快 武则天身边又有了新人 本来他打算处置了薛怀义 但看在他过去尽心尽力为自己办事 也就放了他一麻 可是后来呢 薛怀义又干了一件蠢事 他一把火烧了明堂 这次触碰到了武则天的底线 明堂被烧是会动摇武则天皇权的 看着不知好歹的薛怀义 武则天不再纵容 还动了杀他的心思 经过一番密谋 武则天召见了薛怀义 他还以为是武则天回心转意了 好好收拾打扮了自己 兴高采烈地去了武则天的寝殿 他刚踏进宫门 武则天一个响指 薛怀义就被禁卫军拿下了 还没得他反应过来 一顿乱棒就下来了 薛怀义被打得惨叫 不一会儿 他就被打得没了声响 就这样 武则天的第一位面手就下线了 薛怀义从荣宠不断 到被乱棍打死 都是他咎由自取的结果 武则天并非冷酷无情 给了他很多次机会 但他不珍惜 要是他夹着尾巴做人 能过富裕的生活 还有令人羡慕的官职 但他非要挑战权威 最后害死了自己 落得个凄惨的下场 都被打破了